早上六点多 来塘里面收小龙虾了 一大早就有三十来度 好热啊 不过趁着太阳没有出来 赶紧把虾收了 这是口子这里的笼子 今天是补的第三次了 第三次货还是有这么多的 第一个笼子 有一斤多吧 还有两个锣 好大的笼子 这个汤不知道怎么有笼子 本来是没有的 虾子 昨天没有胃 前天也没有胃 虾子就饿了 现在是一天收一次笼子 笼子存在水里的 这笼子还蛮多的 比昨天还多一点 第二个笼子比第一个笼子还多一点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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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笼子就四斤多了 今天的虾好像大一点 看笼子装不下 先把两个笼子的虾倒出来 今天虾 应该跟昨天会差不多吧 只要货不减少 五个七八十斤卖掉 然后剩下的 然后剩下的 再养半个月或者一个月 应该就有一些大小 第三个笼子 就有一斤多 第四个笼子 第四个笼子 也差不多的 第六个笼子 这个笼子应该少一点 这个笼子都已经悬空了 果然没有 这个笼子咬破了 没有捕 不是没有货 是因为被咬了 这个地方之前的笼子也被咬了 我就没有放下去 这个就 重新换了一个笼子 放进去了 这是老鼠多 第七个笼子 第八个笼子 这个地方有青苔 这个地方有青苔 第九个笼子 这个笼子应该比较多 每次这个都多一点 第十个笼子 哎呀 被夹住了 这里是八个笼子搞得下 车上还有两个笼子 就十个笼子了 还剩下最后两个笼子 第十一个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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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有超过十七斤 没问题 这十二个笼子 平均每一个 有一斤多吧 哎呦呦呦呦 抓紧就写 还有三分天有五个笼子 应该可以搞一斤多 三分天很小 也补了三斤 应该是有了 反正有几只就够了 三分天搞了斤八虾 差不多了 瘦了一个小时东西 衣服全部都湿了 还是太热了 又没有风 一个六分糖 一个七分糖 两个苗汤 今天定了十 每天都在抽水 抽一个月的水 晒一个月的糖 真去把它晒干了 到时候再看是种什么草 今天虾都在这里 还死掉了一些虾 淹死的 刚刚把小龙虾卖掉 今天果然比昨天多了一斤多 今天卖了一十八斤多 价格跟昨天差不多 来到天看一下 把灭虫灯刷一刷 然后今天九点钟 这个露水晒干了以后 把黄豆全部收一下 补了三天虾了 搞了接近五十斤 感觉还可以吧 毕竟只有两亩多的糖 明年这一块天要养高温虾 边上的六母汤也要养高温虾 今天笼子还被咬破了两个 没有虾 希望猫咪赶紧学会抓老鼠 猫咪 这猫咪现在都跟得这么紧 黄豆 再不收不行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黄豆是黑色的外壳 是不是打药打扫了 看壳都是黑色的 这块田里面养了有二十天了 放了一百斤虾苗 看到中间的拜草 拜草是不是也叫小米草啊 听说拜草掉到水里面小龙虾会吃 你看这边上全都是拜草 到时候 他们会不会因为吃拜草而长得很大 这个没有怎么喂 三天两头喂一次 天气太热了 不知道小龙虾吃不吃饲料 我娘母多的它每天就喂四斤左右 感觉胃多了一点 因为水拖出来的时候 那个底泥都是黑色的 感觉可能是胃多了一点 这个环宫里面放了五十多斤虾 放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中虾了 放了一半的中虾 这个洞是昨晚上堵死的 面上倒了还不少的洞呢 我本来想这里面下笼子的 但是想了又想 还是不下笼子了吧 这个里面就留作种虾了 虽然种虾不多 明年够自己用就可以了 水到 想把这里面的水给放掉 但是我也懒得弄 就让它自然落干吧 看这个样子没有个个宝心机 落不干了 两母汤养了接近一个月 要是能够出一百斤虾 一个星期之内 那就可以了 至少我 我放了大概是一百五十斤的苗 出一百斤虾的话 就饲料本钱啊 就相当于买苗子钱啊 什么本钱都搞回来了 剩下的就让它自己长 到时候再下笼子再卖 到明年也会有苗子 真是好奇怪 有风的时候 这个虫子就 可能是不挂在上面吧 没有风这虫子就挂满 你看这些都是虫子 这要在水稻上面下窄的话 你说这这这这挡多少虫啊 一只儿子可以长 一只儿子可以长 上百条虫 这个没有死的还是飞的 这个虫子边上 晚上就守牛蛙 青蛙 就在这个地方守一圈 我一过来就要扑通扑通跳下水 鸡也喜欢吃这个东西 我那个果园的灭虫灯下面 经常有鸡在那里守着的 把那个灯底下都跑了 就坑出来了 小龙虾三天就卖了八百块钱 本钱够了 电费差不多了 我一个月电费大概是七百五十块钱左右 就这样吧 很多人都有进行那里 我的天啊 我来到这儿子 我来到你了 我来到你了 我来到你了